你知道吗?在新加坡死亡病例中,中风排名第四位。 6.8%的死亡是由于中风所造成的。 同时,在成人残疾病中,中风是排名第七。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。 那我们要怎么办? 大家好,欢迎来到新来保健知识频道。 我是廖医生。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和分享的课题是中风。 中风的前兆就是英文字母的Fast。 F就是脸。 中风的人有脸部下垂的现象。 A就是手臂无力。 S就是他的口词不清。 T就是赶紧打电话,995求1。 因为时间是中风最大的救援的方法。 时间能够让你快点求医,你的中风的并发症会减少。 造成中风的一个原因是第一点就是高血压,高胆固醺,还有糖尿病。 所以假如你有这三种病症的话呢,记得找医生好好地控制它。 假如你控制得好,你会减少中风的风险。 第二点呢,假如你家庭有这些病死的话呢,刚才讲的高血压这些, 你也是要快快去求医,这样也会减少你中风。 第三点呢,假如你没有其他刚才所讲的那些病症呢, 减少中风呢,第一点就是生活要有规律,睡眠要足。 那么运动,还有就是在食物方面呢,要适可而止,不要暴饮暴食。 糖尿病跟中风是有一些关系的,为什么呢? 因为糖尿病不只说你的血糖高,糖尿病的最大问题是身体的小血管的硬化。 所以为什么糖尿病会造成心脏问题? 为什么糖尿病会造成眼睛的问题? 所以呢,中风也是因为血管嘛。 所以糖尿病跟中风是有关系的。 所以要好好地控制你的糖尿病, 那你才可以减低你中风的风险。 因为新加坡有一个很大的名声,叫做美食天堂。 因为食物太多也太好了, 所以太多人吃了太过油,太多肥。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。 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生活压力高了, 大家为了赚钱拼命。 所以很多时候这种生活压力也会造成高血压, 高血压也会造成中风的其中一个原因。 那最后呢,就是年轻人现在是不喜欢睡觉, 他们觉得睡觉浪费时间。 所以要记得,除了食物方面,除了家庭病史之外, 控制你的情绪,控制你的压力, 是减少中风的一个原因。 所以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多中风,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注意这些事项。 中风基本上是有两个原因造成的。 一个就是脑的血管阻塞, 一个是脑的血管破裂。 你到底会有多少的后遗症呢? 是看你的脑哪一个部位受影响, 而且影响的情况多严重。 有一些人中风过后呢, 他会有情绪跟心理的一些问题, 因为这个受到影响嘛。 那么有些人就是在走路跟活动方面呢, 就是自己受到影响。 第三点呢,有些比较麻烦的呢, 就是他的大小便呢,也会控制的不好。 所以说中风有多严重呢? 基本上是看他的血管, 在脑里面的部位有多大的损伤啦。 要给你们几个温馨的提示。 第一呢,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, 中风的风险是比较高的。 但是,这是我们不可改变的事实。 可是呢,我们可以改变的是什么? 假如你有高血压,糖尿病, 或者高胆固心。 记得要快找医生, 而且把它控制好。 假如你可以控制这些的话, 你中风的几率跟风险都会减低。 还有呢,就是不要抽烟。 因为抽烟是造成所有疾病的大杀手。 所以从今天开始,就停止抽烟吧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, 请记得点赞跟关注。 再见!